热等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当西方媒体和政客炒作新疆议题时 他们在炒作什么 这个问题他们自己清楚吗 三日下午二时左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连发述推 就境外某些人反复闭着眼炒作新疆问题发表评论 似乎是在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日前会见所谓维族维权人士等 西方最新涉疆动作 华春莹写道 中国欢迎所有人来新疆 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 也包括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和欧洲驻华的外交官 新疆的大门永远打开 为什么他们一次次以各种理由推迟访问呢 因为他们不敢看看真正的新疆 那里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 我认为对于假新闻和虚假信息 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定义 这很紧迫 美国加拿大找来的证人 是美国赞助的流亡维吾尔族人和中国问题的专家 他们基本对中国一无所知 也从来没有来过中国 这对西方挂在嘴上的独立自由 是一种嘲弄和羞辱 你们BBC真的需要好好做一做功课 我们不需要本就对中国抱有偏见的记者来新疆报道 他们没有做好本职工作 英国记者想来中国报道 请先恢复CJTN的合法运营权 尊重是相互的 当地时间3月3日晚 BBC主播发布了一篇采访中国国际关系专家高志凯的视频推文 引发热传 BBC就所谓的新疆种族灭绝集中营等问题展开发问 采访中 面对BBC不断泼来的脏水 高志凯几乎是咆哮着说出了这些话 如果BBC相信这样指控 那么BBC没有再报道真相 你们真的需要好好做一做功课 高志凯指责BBC 伪造中国实际情况的不齿行为 是在向全世界编造谎言 他表示BBC应该做得更好 调查清楚事实 而不是听信他人之言 然而主持人似乎并不买账 咬着一百万人的数据不放 询问高志凯是否不愿承认这一数字 何人凭空编造的一百万人数据 他都做了些什么功课 做了什么研究 你去过新疆吗 四联问一度让主持人卡壳 为避免直面回答问题 BBC主持人赶忙转移话题 重始旧招 别人说 并指责中国的透明度不高 把矛头重新指向新疆 抛出他认为的真相 毕竟不是所有记者都能进入新疆地区 显然 这一陈述立马遭到了高志凯的反对 不 我不这么认为 我相信新疆向所有外交官 国际组织和记者敞开大门 他强调 我们非常欢迎真实客观的人来到新疆 反之 对于那些本就抱有偏见的记者 我们并不欢迎 对于那些只想去指责中国政府 指责中国人民的人 很抱歉 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记者 他们没有做好本职工作 他们在向全人类撒谎 然而主持人似乎并不认同 在高志凯表述期间一度想插话 却无果 最终 主持人虚伪地表示 如果我们可以不被设限地进入新疆 那么我们将很乐意到现场报道真实情况 我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但高志凯随即点中要害称 但是 你来自英国 请英国先恢复CGTN的合法运营权 我相信中国自会恢复BBC 在中国的国际服务 在采访最后 高志凯给主持人敲了起警钟 表示 尊重是相互的 欢迎来到现实世界 在2017年时 央视拍摄的一部名为 《皮山姑娘要远行》 就记录了新疆和田皮山县的这一变化 原本 当地一些观念落后的村子认为 女人不应该出门赚钱 甚至都不该去上学 就应该在家带孩子 甚至认为 女人赚的钱不干净 外出务工回来后 也没法再结婚 以此将年轻的女性 禁锢在当地 但在基层干部 和走出当地 开了眼界的 女性务工人员的 耐心劝说开导下 一批当地年轻女孩 终于踏上了 去安徽务工的道路 开启了人生的新方向 变得自信自立 BBC的驻华记者 John Sadworth 今天突然在其境外社交网站 推特的账号上 连发多个网帖 对央视2017年的那期 《皮山姑娘要远行》的节目 进行了疯狂的歪曲 他先是将节目断章取义 只截取了前半部分的14分钟 然后就宣称 自己发现了一个 一直没有被外部世界注意到的 中国官媒的报道 并称 如果你想知道新疆过去这些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完这个14分钟的视频 你就知道了 可他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句谣言 因为人家央视 早在2017年 就已经将这期总共25分钟的节目 翻译成了英文 并在多个境外平台进行了播出 比如美国的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 而且央视还在Youtube上开放了评论 里面的留言也非常正面积极 当时 赵恩·萨德沃斯在盗用了央视的视频 并上传到了自己的Youtube账号后 却没有开放评论功能 而后 这个赵恩·萨德沃斯 还在BBC的官网上发布了一篇报道 将我们的基层干部 耐心地劝说 当地那些被落后的观念 所束缚的女孩们 希望她们走出去 一边务工 一边看看外面世界的动员工作 恶毒地歪曲成了 是在让这些姑娘强迫劳动 并强制童话她们 外国媒体憎恨中国吗 这是3月2日 英国驻华使馆官方微信公众号 发布的一篇文章 这文章标题起得足够吸引眼球 但细看内容却漏洞百出 活脱脱上演了一出 傲慢与偏见 文章点名 中国日报将某些外国媒体 形容为憎恨中国者 我们就先来看看 中国日报这篇被点名的报道 2020年12月 英国广播公司BBC 发布一则探访新疆库车地区的视频 称中国政府跟踪和阻碍他们的采访 还炮制了新疆工厂 所谓强制劳动的新闻 随后 中国日报记者沿着BBC的采访路线 再次进行采访 通过还原事实真相 证明BBC通过剪辑和嫁接 制造假新闻 如果BBC认为自己被冤枉了 大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但是 英国使馆的文章 对本国媒体造假抹黑中国视而不见 却将中国媒体的纠错报道扭曲为攻击外国记者 妨碍新闻自由 英方的文章大谈包括英国媒体在内的外国媒体如何独立 如何监督政府 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准确的信息 但是 伦敦一位市民曾经对《泰晤士报》表示 我们国家的问题在于电视和报纸 他们不披露真相 闭口不谈真正发生了什么 美国调查性报道网站灰色地带2月20日也披露 在英国外交部各类秘密干涉他国内政的项目面前 路透社BBC等 平时对俄罗斯等国的涉外项目喋喋不休的知名媒体 非但哑口不言还深度参与其中 甚至鼓吹自己有着强大的干涉能力 作为全球三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 同英国政府早就有过秘密勾当 2020年1月解密的一系列官方文件显示 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 路透社一直在接受英国政府的秘密资助 以协助情报机构军情六处 运营一家反苏宣传组织 英国政府还利用BBC做中间人 以隐瞒这笔款项的流向 2019年 英国外交部提出了一项更加激进的计划 他们试图渗透俄罗斯媒体 借助在英国接受培训的俄罗斯记者 形成的影响力 在网络上传播自己的观点 路透社对这两次竞标都给出了详细的回应 在第一次竞标里 他们吹嘘自己凭借这类能力建设型干涉项目 已构建起了一个由15000名记者和博主组成的全球网络 在俄罗斯 他们已培养了至少400名记者 BBC也通过其名为BBC媒体行动的非营利机构 成功竞标了英国政府的波罗的海秘密计划 灰色地带认为 随着这类内情的公布 人们有理由质疑这些新闻机构 是否真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 是独立和有原则的新闻实体 正如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中说的那样 傲慢是一种流弊 不论是BBC的涉疆报道 还是英国驻华使馆的这篇文章 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这种流弊 希望在将来 像BBC一样的外国新闻媒体和机构 能够放下傲慢与偏见 以尊重、理解和平等的态度看待中国 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中国 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发挥积极作用 而不是加深隔阂与误解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